你有没有每天都过到很焦虑 总是分秒避震 每天都要逼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 学很多的东西 哪怕只是偶尔休息一下 都会感觉到很有罪恶感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很可能也和我一样有了人生焦虑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每天都会把我的代办事项都排到满满的 每天都要逼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 哪怕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我都会觉得很有罪恶感 感觉是自己没有好好的利用好我的时间 我本来以为这个就是一种成长的表现 只要够忙 做的东西够多 学够多的知识 那么我们才会成长 可是经过了好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越来越失去了耐心 做东西也越来越不专注 搞到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好这样 直到我看到了这一段话过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这种就是一种人生的焦虑 是一种精神内耗 今天这支影片我会跟你分享如何停止内耗 摆脱人生焦虑的方法 在影片的最后 我会告诉你我今年只会专注的目标会是什么 如果你也想摆脱焦虑 让自己可以继续的成长 那么这期影片我非常建议你把它看完 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想跟你们借三秒钟的时间帮我订阅这个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 1 2 3 在过去的两年可能是因为我也开始崩山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一些人 或者从自媒体上看到很多朋友的人生都已经步入了正魁 都有了非常可观的收入 我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感觉自己被很多人抛在后面这样 慢慢的 我每天开始过到非常的紧张还有焦虑 过到有一种分秒逼争的感觉 做什么事情只要耽误了一点时间 就会感觉到巨大的罪恶感 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 或者感觉自己在浪费时间等等 也因为这样 我都会把我的时间都挤到满满的 每天的do do list都是排到长长的一整排 而且也会一直逼自己去学新的东西 做新的事物 比如 今天我要去学做自媒体 明天我要去学chap jpt 不然就赶不上趋势了 后天又要开始学玄学 因为越来越多人对玄学感兴趣了 但后天要开始建立个人品牌 未来没有做好个人品牌就会被淘汰 然后除了副业 也应该要进修自己的专业 然后的然后还要看书 因为很久没有看书了等等等等 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 时间都不等人的 只要没有好好的用 错过了就没有了 就损失了 别人都已经在大步的往前走了 我还是留在原地 感觉没有往前这样 然后我就会越来越焦虑了 越焦虑 我就会去逼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更加什么都做不好 也因为焦虑 我写不出好的影片内容 我就为了出影片而出影片 甚至有时候才会停更 也因为焦虑 我一看到搞IG的频道 搞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这样 就索性不更新了 也因为焦虑 我学了很多东西 可是又好像没有学到这样 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 我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感觉好像什么都做不好这样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给自己太多东西做了 所以我变到越来越不专注 这边要做一点 那边要做一点 所以才会感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做到最好 甚至是什么都没有做好 然后我就会更加的焦虑 一直不停的在死循环 直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文章过后 我才婉然打舞 原来我一直不停的在精神内耗着 所以才会感到人生焦虑 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 也让我顿时想开了 我竟然忘记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 如果你什么都要做 到最后你会什么都做不好 我才知道 原来我这种每天看起来都在抓紧时间的做法 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 我们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需要上班 需要赚钱过日子 甚至需要照顾家人 陪伴家人 本来每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都已经非常有限了 哪里还有这么多的时间 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硬是要逼自己去做那么多事 到最后我们一定什么都做不好的 那么如果想要解决这种人生焦虑 精神内耗的方法 就要学会几种活力学习法 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 几种活力学习法 就是要你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全部的时间 金钱 还有精力都付出在一个狭小的领域中 去专注解决它 一次只搞定一件事情 一个问题 一件事 如果想要做 就做到彻底 彻底的去解决它 把它搞明白 搞到以后这件事情 不会再困扰自己为止 比如 如果你打算学习投资股票 那么你就把投资股票这件事 彻底的搞清楚 从怎样看财报 怎样算公司的估值 怎样做基本面分析 怎样做技术面分析等等 全部学到足够彻底为止 那么什么叫学到彻底 就是你可以把这件事 学到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讲解给别人听懂 又或者是学到你可以自己出一套课程为止 等到你在这个小领域变成一个小专家了过后 你才转去做下一件事情 这样你才会有足够的专注力 把你想要的目标做好 这里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巴菲特是股神 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投资家 可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其实巴菲特在实现目标的哲学上 也是有非常有用的一套的 故事从巴菲特的私人飞机师 迈克·菲林特讲起 作为巴菲特的私人飞机师 有超过10年的迈克 想单狼儿的跟巴菲特非常的熟悉 有一天 对于自己的财务 还有个人发展感到迷茫的迈克 就问了巴菲特一些人生建议 想要知道巴菲特真空的秘诀 巴菲特就告诉他 现在拿出笔盒子 然后写下25件你想要完成的事 不管是财富 还是个人的成就 又还是爱情或者家庭 任何你想要的事都可以 于是迈克就列出了25件 最想完成的事 接着巴菲特要他 在这25件事里面 全处5件对他来讲 最紧急也是最重要的事 然后把这5件事抽出来 放进列表A里面 剩下的20件事 就放在列表B里面 经过一轮的挑选过后 迈克终于把5个 最重要的目标挑了出来 接着巴菲特就问迈克 现在有了A跟B这两个列表 你知道怎样做了吗 迈克回答讲 我知道了 我会专注马上去做这5件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件 另外的20个 没有那么紧急的目标 可以等到空闲的时候 才去做 慢慢的去实现它们 这个答案听起来 非常的合理 可是巴菲特却摇头讲 No 迈克 你搞错了 你现在要做的事 是要割掉那些 没有被你圈出来的 那20件事 也就是讲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要去做那20件 没有被圈出来的事 因为那样 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让你没有办法 专注去完成列表A 里面的那5件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事 其实这个才是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方法 如果你想要完成每一件事 那么你就连一件事都做不好 现在不妨让你来感受一下 如果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 画到只剩下一两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马上就感觉轻松很多了 当你下定决心 想要去做好一件事的时候 那就把别的东西都放一边去 如果这件事情需要你两年的时间 那么你就用两年的时间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学到彻底 如果需要你5年的时间 那么就用5年的时间来搞定它 直到把这个目标搞定了过后 就可以彻底的放下一件事情 那么你的焦虑就会减少一点了 比起那种每天都在消耗自己的焦虑感 只要用你的时间实在是太划算了 让你用1到3年的时间 就只是专注在做一件事情 你不仅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让你变得更好 减少更多的焦虑 而且也因为你足够的专注 你学得足够的彻底 可以给你带来的结果 肯定也会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 回想起我以前 当我想学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专注去做的 比如以前我学投资股票的时候 我就会把所有关于投资的知识都学起来 在那个时候 我就只是对投资股票非常有兴趣 我每天都不做别的东西 就只是在专注学怎样投资 到最后我在投资这一块也学到了足够的彻底 在那个时候 我就只是专注在学好投资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可以学到足够的彻底 在往后投资的路上 我也没有再去为应该要怎样投资这件事情上烦恼了 反而是来到最近的两三年 我开始焦虑起来了 什么都想学习 什么赚钱的机会都想去尝试 反而搞到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得不是那么好这样 在看了这段话过后 我下定决心在2024年 我要把我全部的重心都放在经营好这个频道 所以才不会辜负各位伙伴给这个频道的支持 为了做好这一块 我给自己定下我今年的目标 就是我今年会在这里分享最少45部的影片 希望我每一期的影片都可以尽可能的帮助到各位伙伴 可以学到如何通过投资理财 来赚到自己的财富的知识 但我之所以会在这里分享我定下的目标 也是为了让各位伙伴可以监督我 就好像老高在疫情的影片有讲过 设立了目标过后 就要告诉全部的人 让别人来监督自己完成自己设下的目标 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只有在监督下才会努力 才会信守承诺 才会按照计划执行的 那2024年 你决定你想要专注在什么地方了吗 然后你又给自己设下了什么目标 在留言区告诉我 让我们来附下监督 附下鼓励 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影片的内容的话 也记得点个赞还有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